如果有平面車位可以選 我有這樣的口袋的話 我為什麼要選機械車位呢 那可能就是真的是經濟的考量啊 如果你真的只能停機械車位 可是你又一定要買休旅車的話 這時候呢 我們是不是可以轉而早向 近期呢 相當火紅的CUV這樣子的車型 來選擇呢 小葉 沒錯 現在的消費者真的很幸福 對不對 以前我們都知道 我們很喜歡修旅車的空間 但是有時候家裡的機械車位 或是你常移動的範圍 有機械車位該怎麼辦 那就沒辦法 這個時候我們現在市場上 有非常多的CUV可以選擇 為什麼我們現在的Nissan Kix 賣這麼好 對不對 HRV也賣得非常好 就是這個原因 好 那既然我們剛才講到了Kix也好 HRV也好 我們在節目中常介紹 那如果有些消費者 他想要與眾不同 其實我們也選了四台 其實相當不錯的CUV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 這四台我們看起來 好像size都差不多 不過還是有一些差別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馬自達的CX30 其實他是在這四款中size最大 他的車廠來到了4米4 也可以說是目前最新的新的戰局 比如說他也好 Eclipse Cross也好 還有即將到來的Corolla Cross 可能都會是在這個size裡面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COMIC 我們都知道 那個時候他來到台灣的時候 主打一個是 他的空間效率很好 可是他的車身長度大概到4米2而已 才4米2 所以代表他的空間慾用很好 對不對 對 好 那除了這兩台以外 Vitara跟Starnic 其實大概車廠都在4米1左右 所以可以說是這四台車裡面 兩個比較小的一點的車型 好 那價格方面呢 我們都知道 畢竟他是最大的嘛 對不對 所以他的價格最貴 那我從低到高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Starnic他的售價大概在70到85萬之間 那Vitara大概在80萬到90萬之間 那COMIC大概在90到100 那CX-30就是從90到110了 所以如果你預算多想要搭點的話 CX-30可能是不錯的選擇 但是講到機械車位沒有問題 這四款車沒有一台車的車高 是超過1米6的 喔 那就相對比較安全一點 相對比較安全 在這個size中 你有可以停進去機械車位的車身size 當然是因為他是CV 所以他的車內空間 可能又比一般的限賣車來的好一點 是啊 好 那我們看這四款車還有什麼可以跟大家分享 是我們看喔 左邊這兩台車 他是偏向日系的設定 對不對 他是日系的身份協同 這兩款車 這個是捷克也可以說他是歐系啦 Starnic雖然說他是韓國品牌 但是他們也不斷強調 是我自己有歐洲的協同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發現邏輯不大一樣喔 這兩台車他們用的變速像是傳統的六速手製牌 那這兩台車呢 他們用的是七速自首牌 所以在駕馭的樂趣來說 好 在整個動力的傳輸效應來說 這兩台車可能會是比較出色的一點 好 那再來說日系品牌呢 CX30我們都是Mazda 在台灣他們還是習慣 大排氣量自然進氣引擎 是 對不對 所以他的最近會最重 雖然說他的動力馬力可能是最大的 但是其他三款都是有小排氣量 波輪增壓的部分 再來是呢 我們都知道Carmic空間表現好 他可能在四米一四米二的戰場中 唯一的還有什麼電動尾門 後座出風口 空間表現好 還有電子線滑 差速 LST 而且這前面這三台車呢 它都有所謂的ACC的配備 那因為我們知道這台車 雖然我本身很喜歡這台車 我覺得造型其實很亮眼 內部質感也不錯 但是因為它的售價是 這四款車裡面相對比較低的 所以比較可惜的是 是它沒有ACC的配備 接下來CUV的市場可熱鬧了 這幾個月呢 即將有一些新同學 要跟大家見面了 是不是 艾達 其實現在戰火就已經很猛烈了 我們知道目前CUV的市場可以說是Nissan Kix 一支獨秀啦 當然不能講一支獨秀 以銷售量來看 它是一個人賣的最好 而且甚至可以進入每個月的前十名的榜單 而且不分國產進口 它可以擠進去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剛剛小葉也跟各位介紹了非常多 現在熱門的主流的CUV 包含KIA 包含Skoda等等 Mazda CX30等等 都有這樣子CUV的一個車型設計 不過未來今年年底 會有很多重要的車型出現 首先看到三台 第一個是Toyota的Carola Cross 這個車子大家討論的已經非常熱烈 目前可以從泰龜的一個版本 可以看到大概台灣的車型 大概的一個這個長相 而且這一台車出現之後 我想會造成市場上面 相當程度的一個大震撼 而且我認為它很快的就會衝進 我們每個月銷售的榜單的前十名 甚至前五名之內 這一點我們在上市之後 還好好的觀察一下 那順帶跟各位觀眾朋友 預計就在2020年今年的10月 會正式的上市來銷售 再來我們看到一樣是進口的 這個Nissan Juker Juker當年在上市的時候 它是從英國的這個設計嘛 然後一路到了台灣來 它擁有非常獨特的外型 能夠彰顯什麼 個人的一個風格以及不同的這個外貿展現 不過這一次如果先不看車尾的部分 你看車頭的部分 又是這個Nissan的VMotion 當然它的燈還是維持像Juker一樣 非常前衛的一個設計 是啊 不過你不覺得這個跟Kix比起來 好像心意並沒有太多的感覺 它好像線條變得比較柔順了 就沒有以前這麼的有個性 對 沒有這麼有個性也是一個說法 我認為就是沒有以前的Juker 長得那麼奇形怪狀你知道 有的時候奇形怪狀 有些人覺得美 有些人覺得醜 但是不重要 因為它夠獨特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不過你看它車尾的部分還是像現行款的Juker一樣 比較有特別的一個造型的設計 但是很明顯的 在這一個地方你就會看到 它B柱以後因為造型的設計 可能受限這樣子 包含在後座的乘坐空間 包含在行李箱的空間 可能都會因為造型來受到影響 然後在今年的Q4 也就是第四季 2020 第四季會預計會正式的導入台灣市場 再來我們看到也是非常熱門的Honda的Venu 現在已經開始預售了啦 那預計是9月10號會在台灣正式的發表上市 那這一次它有四個車型在預接單的狀況 價格分別從67萬9一直到76萬9 那為什麼會有四個車型 因為其實像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來說它有畫面上就看到是藍白 雙色的一個車身對不對 所以它會有兩款單色的車型 跟兩款雙色的車型 那在最低階的67萬9 跟最高階的76萬9 中間這兩個車型分別是71萬9 以及72萬9 價差非常非常的小 基本上我們可以判斷呢 719跟729的車型只差在什麼 雙色的這個車身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選擇雙色 可能要多加一點點錢 大概在1萬塊台幣左右 那我認為這個車子的市場上面呢 期待度其實是相當的高 因為 那艾丁哥有個問題想問 Venu它是用國產還是進口啊 應該是國產吧 會國產還是 應該是國產來去做銷售 不過我們看到這台車的車型 其實跟一般所有的 CUV的設計不太一樣 來來來看一下 冠儀你看 看起來好大台喔 是 是不是 看起來特別大台 而且它跑起來你看 它這個水箱護罩 然後特別的龐大 是 然後一樣是上下兩層 車燈式的 對 分離式的頭燈 相當的前衛 但是又不會像Juke 這麼樣的讓人覺得 一下不能接受啊 看起來比起一般CUV 主公年薪化車型來說 這台車就相對而言 顯得更加的大氣 了解 是不是這樣 因為其實我們在分析 CUV的市場啊 很多啊 車廠都認為說 這是給年輕族群的啊 年輕世代啊 其實不然最終最終啊 各大車廠現在才發現啊 因為舊銷售的統計資料 回饋來的時候發覺 非常多的中高齡的長者 在購買CUV的設計 因為啊 他小孩已經這個 娶妻生子成家立業 他不需要再買什麼休旅車 大休旅旅行車載小孩 沒有 他都已經當阿公阿嬤 但是阿公阿嬤退休了 常常要兩兩相約出去 約會出去玩啊 像我父母親就最喜歡去 相約去漁港買魚 所以這種時候 這種車子 對他們來講 相對而言適合 車型夠小 視野夠高 那這個造型呢 又比起獨特的年輕化車型來講 是不是好看得多啦 對 因為它上下都通吃了 對 所以我覺得這台車呢 應該會有不錯的表現 所以聽完艾達的解說之後 發現用得的這個Venu 好像它的競爭實力 的確是可以踏上 Toyota的Corolla Cross 可是呢 我們要來看一下 Toyota的Corolla Cross呢 非常多人在關注這一款車 而且聽說它的競爭力相當的大 甚至於它上市之後 有可能讓關係到 其他的車款的存亡 有這麼嚴重嗎 其實這台車 我應該是上個月就在路上 就是拍到那一個在路視 有啊 我們在節目中要討論到 車拍到路視的時候 其實你知道遠遠看啊 我本來就說 就是偽裝車嘛 沒有第一個想到是這一台車 對 就越開越近 其實你知道嗎 它實車看起來並不小欸 真的嗎 你有不以為它是Ruffle嗎 對啊 我以為Ruffle 可是貼成這樣幹嘛 對不對 就感覺是差不多 是大的 然後我就說奇怪 怎麼會有一台那麼大的車 仔細越貼越近的時候才發現 這台我們說是CUV嘛 其實外觀上它有比較大的尺寸 也就是說它可能賣相會很霸氣 像剛剛愛大說 你看剛剛那個Venu 它的車格看起來就是大氣 大氣其實有助於銷售 那你說CUV 你說像Juke什麼 因為它看起來就是很小很可愛 或很怪異 所以這個有分 那剛剛小葉也講到 我們來看CUV的市場 其實有作弊的欸 你知道嗎 其實我覺得Carola Close 就是作弊 為什麼呢 因為它在CUV你看 這個4米1 4米4 4米3 4米4 這個比較接近我們說傳統SUV Subaru XV Eclipse Close 還有Carola Close 其實這個是比較接近我們現在所謂的 中型的SUV 所以有一點這一個作弊的感覺 但是我們再思考看看說 這台出來一出來會打到誰 你想喔 其實我覺得第一 就是所有的CUV都被它打到不是嗎 我覺得不只喔 不只喔 它會打到肥 因為它的定位會在哪裡 應該是說Artist以上 Raffle以下嘛 對不對 都會被打到 我覺得這個區間 也就是從Artist到Raffle都會中 我覺得HRV應該會謝謝 對 HRV 你知道它下台一局攻擊 也沒有到下台 但是會被受到Carola Close 影響非常大 被附受敵啊 你知道為什麼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現在說 CUV賣好的是Kicks 它會是直接對從 其實我就說嘛 它的尺寸不太一樣 所以有需求當上的差別 但我覺得最重要是 不要忘記CUV其實是客車認證 所以它有機會是可以 做所謂的營業用車 再加上它的尺寸是夠大的 所以你看看這些車比較起來 它可能自己Toyota市場 市場自己占40% 有沒有 之前我們才講 你新車出去 馬路出去 40%是Toyota的車子 為什麼 Toyota在台灣的車型超過20種了 車型選擇太多了 對 再進來一個的話 它一定會勢必會分掉 自己一個部分的這個市場 不過我們剛剛可以看到 那個是泰國發表的 因為也是最近在發表 那個外型 其實外型看起來賣相還不錯 大家就會想說 那Toyota的CHR怎麼辦 你也是掛Toyota 也是CUV 你100多萬 你要怎麼辦 可是你要注意看 這兩台又不一樣 我們剛剛有說到 對 像Juke這些 就是小可愛 它是比較小 我們知道CHR也是 雖然CHR不小 尺寸比較大 但它的造型跟它市場定位 它不是在打所謂的這種 比較中型以上的這種所謂CUV 大一點4米4的 所以我覺得它直接是要很少 你再看這一個圖表 我們說講了那麼多 這個圖表代表什麼 是預估22 對 預估是22個人會買 100個人去展間 看這些所謂CUV主流車種 22個會買 所以它為什麼最近要把 Rawful的價格調高 就是為了要把中間的價差 一定要拿出來 所以價格是不是就出來了 大概70幾 75以上到90幾左右 70幾剛好愛大介紹那個Vanual 也是差不多70幾 對啊 所以我就說這個價位 沒有 這個價位不Vanual 最貴的是76萬9 對 最貴 對 所以 這個價格很有競爭力 是 但是像這些都會中 對不對 對 進口的更會中 這時候就是進口車的這些 不管大小都會 那你國產的話 小的我覺得還好 尺寸有差別 但是同樣差不多尺寸的 應該是個危機 對 最貴 對 最貴 對 最貴